阿黎 王上怎么没让人通知一声案 阿黎最近还做噩梦吗 王上 有心事不妨直说 阿黎如果想要离开天泉 本王会派一队精兵护送 王上觉得 我离开天泉还能去哪里 去哪里都好 只要阿黎想哪都好 只要你高兴就好 哪怕阿黎是个细作 本王也会替你保密的 细作 王上你怀疑我是细作 阿黎是谁都好 多谢王上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我只身而来 只身而去 只是 既给血玉发簪 还请王上转交给莫俊侯 莫俊侯 莫俊侯就在外面啊 莫兰 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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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没有说过你是细作 你误会本王了 王上 您不是说 昨天晚上 阿黎想刺杀您吗 本王跟阿黎说话 你在这儿搅什么乱啊 王上 您还说 此事万万不能让太傅知道 为什么不能让太傅知道 你怎么那么蠢 怎么越来越蠢了 王上 你说 这事儿让太傅知道了 不得立刻把阿黎给拿下呀 兴许还得让本王 插封了下雪台呢 这么严重啊 王上 你们想的太多 我并不是哪国派来的细作 原先在天机 遇到莫俊侯之时 我只不过是个失路之人 侥幸来到天泉 得享高官后路 的确也与理智不合 本当仲谢 王上 与莫俊侯的失路之恩 可惜 我如今依然身无常物 以后 若有机会 再报吧 阿黎请留步 先听王上说 先听王上说嘛 都怪你 本王这回真的被你给殃及了 阿黎 阿黎 本王 是想找着精兵 送你出城 避避风头 你想 要是昨夜 你寝宫里的侍从们 走漏了风声 把你向本王拔剑的事输出去 那不就糟了 我的确对王上不敬 这是事实 此罪就算判我个斩刑 也不为过 本王没有要斩杀阿黎啊 只是昨晚 你把本王吓到了 你想想看啊 本王长这么大 连长命锁都没有带过 更何况是一把利刃 对 你若真的要走 本王便把这相续台的人 通通杀光 你可不留 王上啊 这是在威胁我吗 王上恕罪 王上恕罪 阿黎 阿黎 我知道 你不是那种人 不会计较的吧 这件事 王上说的意思 跟我说的意思 那是两个意思 你可千万别混为一谈呢 对对对 妖怪 就怪这个蠢货 怪我怪我 见过王上 见过君侯 这不是阿黎的亲信吗 你此刻来 肯定是有钥匙 许阿黎禀报 那不如 去听李说 去听李说 去去去去 对 快点 本王跟慕君侯在这里逛逛 满东里山下 就你这里最好看了 我让你打疼我了 本王下次轻点 站住 什么人 王上 王上 起来吧 南宿王让属下 带了个口信 他要亲自出征督战 督战 都什么站 南宿王并未向属下言明 庚英回来了吗 回来了 我去写两封信 你和庚英尽快替我送出 是 王上到 王上到 发生什么事了吗 王上 王上 我要去天机 给他们送最后一批粮草 阿里 你怎么还是要走 王上我说了 我是要去天机 押送粮草 本王昨夜说错话了 本王给你赔不是 王上 昨夜 没伤到你吗 别说什么伤不伤的 本王一根寒毛都没有伤到 你也不要去天机押送什么粮草 两军对垒 多容易受伤 多危险啊 王上 我虽然不是什么君子 但此前浮玉山 会蒙之事 是我带王上 向其他三国做出承诺 此事我一定要去 福玉山 本王当初就 就不应该让你去什么福玉山 事关天权 国体颜面 我一定要去 那阿里去了 还会回来吗 会 这可是你答应本王的 南宿王听闻战士不顺 已决定亲自上阵独军 不将天机剿灭 南宿王 必不会把羞 至于天玄增援天机的人马 如今还有一只 埋伏在月之山谷口 钟大人 你行事可要三思 别忘了 当初南宿攻打天机 所谓的是何理由 慕容离 这信可是你的手笔 南宿国攻打天机的理由 难道说 天玄的那支援军 会令其变为第二个隐器 不会不会 以慕容离与公孙前的交情 他难道会对公孙前不利 此事却是说不通吗 难道 此信不是慕容离送来的 那又会是谁 南宿 若是南宿 那么是想要警告我 不要轻举妄动吗 我回来 你不想让我们知道